再来关心苗栗电子厂的群聚给人事件 有稍微趋缓了 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毕胜 在苗栗待了18天之后 现在被派到北农 不过王毕胜前脚刚走 苗栗仙议员曾文璇就爆料 金元电公司跟员工说 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工厂停止分流 全部要恢复正常上班了 这也让议员质疑 业者分舱分流是不是只是做个样子 县府现在回应 目前还没有收到金元复工的消息 而王毕胜这边也说 就算前进指挥所撤除了 他们还是会定期派人到厂内计查 金元电员工进入厂区上班 苗栗电子厂群聚趋缓 前进指挥所撤除 指挥官王毕胜被转派北农救火 但他前脚才刚走 议员曾文学就接到消息 金元电下周一要取消分流上班 金元电在傍晚就有传出内部消息 指出下周开始取消分流上班的制度 回复正常工作 那不禁就会让人想说 分长分流是不是只是为了应付 指挥中心的进驻而做做样子呢 目前金元电是将员工分成ABC三组 轮流上班 是不是真的要取消业者不接电话 实际到现场问 员工说没收到消息 我不知道 我没有接收到消息 人已经在北农的王毕胜 则说疫情趋缓 业者会想要复工很正常 但一定要遵守指挥中心的分流规定 现在没有要降载当然就会取消 只是说他又要用新的去新的做法去分长分流 我们还会再去督导 定会的一定会再去督导他们 苗栗县政府回应 目前还没有收到金元电的复工计划 未来收到后也一定会按照工业局和指挥中心的要求 严格审查 还是请问 五连杨总 以物少七秒率报道